等下40分 會開始 等下一場演講 那我先稍微介紹一下講者 那講者是那個邱冠雲 那他現在在五輩王老師 在往左邊五輩王老師 大家應該滿多人都知道 然後他今天要介紹的題目 是用衛拔提琦建立 那衛拔提琦是 應該是目前唯一一個可以做 瀏覽器和瀏覽器 就是大家都是 那個 瀏覽器的使用者之間 可以互相直接連線的 唯一一個網路標準 那他今天要介紹的題目 就是用這個RTC RTC其實是 LewTime Chating 就是他當初想要做的是 即時的互相的 聊天機制 他會利用這個 RTC標準來建立一個 半分三四的網路 那我們等一下就請 邱冠雲來介紹這個主題 好 好 好 那我就直接開始了 是嗎 好 好 好 那大家好 我是 無背紅寶石的工程師 叫Path Leo 那今天 跟大家介紹一下 WebRTC 然後 我用WebRTC 嘗試 形成一個分散式網路的一些實驗 那 我們就開始吧 感覺上 WebRTC它的討論度好像 沒有很高 所以 我還是先介紹一下 什麼是WebRTC 剛剛主持人有先 講了一下 反正對 RTC就是 RealTime的縮寫 然後 C的話是Communication 反正就是 他就是要做即時嘛 對不對 那 有一個跟他很像的東西 就是應該說 聽起來很像的東西 叫做WebSocket 這個大家應該就比較知道 那WebSocket的話 其實是 呃 他其實就是HTTP Request 然後 發出去之後連上去 然後他就是變成是 呃 Keep住的連結 然後 你的Server可以Push訊息進來 那就剛剛 跟主持人講的一樣 WebRTC 他最大不同就是 瀏覽器跟瀏覽器 直接的連線 那 我個人是覺得 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有趣 所以 我想要跳下來 研究一下 這樣 呃 OK 那 RealTime Communication 他其實 就 就剛剛主持人也講 他的一開始被發明的目的是 會要解決在Web上面進行 就是 呃 通話的 問題 那 他也提供了Data Channel 這樣 所以 我們今天就只討論Data Channel 我不會 我完全沒有玩到 關於 Video跟Audio conferencing的部分 這樣 OK 那 WebRTC連線建立呢 我先 讓大家了解一下 為什麼WebRTC 比較少人在用 因為 大家 我是覺得很多人看完這個時候 就會覺得說 太累了 我不想用了 所以 就帶大家了解一下 為什麼這麼麻煩 首先呢 呃 在WebRTC連線建立有兩個階段 就是 我打個比方 假設 你們 今天 你來到Costcard 然後 你想要找你的朋友 你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 你等一下問到你朋友 朋友說 呃 要不要待會見個面吃個飯 之類的 然後朋友說 好 這個瞬間呢 就是第一步的步驟 叫做signaling 接下來呢 你會討論說 好 那我們在哪裡見面 我們12點的時候 就是在1樓見面 還是在 呃 這間教室見面 之類的 那就是第二步驟的部分 就是你們討論 要怎麼樣進行連線 在哪裡見面 之類的 對 好 那 我畫一些圖片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OK 首先呢 因為是Chrome要連線嘛 那所以當然就Chrome 建立他的 就是CreateOffer 這樣 不是Job的那個Offer 就是一種 一些資料格式就對了 然後傳送到Firefox這邊 然後Firefox去Receive他 然後去設定remote的一些資訊 然後CreateAnswer再送回來 這時候呢 其實signaling就已經完成了 但是呢 在signaling的那些 剛剛那兩個資訊裡面 其實有包含到 雙方的一些capabilities 像是說 我支援什麼encoding 你支援什麼encoding 那我的網路情況是怎麼樣 你的網路情況是怎麼樣 然後雙方流覽器 會開始在內部的 進行一些分析 就是說 那我應該怎麼連線 OK 那就進入第二階段了嘛 因為這樣雙方就有 抵說 對方的能力是什麼 網路情況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開始 就是 呃 JavaScript API就會 就會 就會有這個事件 然後拋出來說 喔 現在我有 我有一個提議 然後希望你可以從哪裡 對面去這樣子 然後對面畫手套 那 雙方就是這樣進行 這會發生數次 而且 先後順序很不一定 那 好了之後呢 JavaScript會告訴你 會有一個狀態告訴你說 我狀態是完成的 那 對 這時候 恭喜你連線就已經建立了 那 這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講法 好 OK 那 剛剛說 就是Signoling 跟ICE的資料 怎麼傳送 那 我有截下來 就是說 呃 over大概就是長這樣 蠻多的 而且其實我也不知道 裡面是什麼意思 OK 然後 answer也是這樣 就是 好像是SDP的一種資料格式 但是我 我個人沒有很了解 那 ICE的話也是 長這樣 反正就是長這樣 OK 要怎麼樣 其實這些東西就是 其實就是 你就把它當成是json 那可能傳到對面去 那要怎麼傳 欸 開發只要自己想辦法 這就是 就是大家覺得這個東西很難搞的地方 我在想 OK 反正我都已經開始研究了 所以呢 我就寫了 當時在學Elixir 所以我就 用Elixir跟Phinx 架一個web socket server 來幫忙做 就是做個實驗這樣子 然後傳送 那他如果 當然是可以動啦 那才會有上面的結果 OK 那這時候 我會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 欸等一下 網路問題怎麼辦 就是我們在NAT後 我們大部分的裝置在NAT後面 那這樣 還能用嗎 好 在你web RTC 的連線 new出來的時候 你會指定說 ICE servers 那 這個 東西就非常的 complicate 就是很底層了 那我就不會深度去講 我就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 ICE server大概可以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 STUNM 那 STUNM的話 他會做一些很MAGICAL的事情 然後做 我的理解上 應該是UDP HOLD PUNCHE 這個方法 然後 雙方呢 就算在NAT後面 然後他就會很MAGICAL 建立這個連線 簡單用UDP的一些方式來做到 那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情況 就是 你可能你的網站 跟對方網站 就是怎麼樣都不可能連得到 就是可能 Router就不讓你連 或者是之類的 那這時候呢 就是 我們就得出動 TURN 那他裡面已經有relay這個字了 意思就是 他就是幫你relay 兩邊的traffic 這樣子 OK 那 這我不會逃得很深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再自己去Google一下 OK 總之這個部分 browser 很多東西很MAGICAL的事情 或者是幫你自動做好 因為我們就是用JavaScript 很開心的寫Call就行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他 support的情況怎麼樣 Firefox跟Chrome的話 在五年以前 就已經support了 那 所以Firefox跟Chrome 應該是蠻OK的 那 Safari的話 在2017年9月 就是差不多 iOS11的時候 支援的 那Microsoft Edge的話 是很不幸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10座BGO跟Audio 我覺得這兩個名字比較困難 結果他節拍沒有10座Data Channel 那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 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Chrome面的Base的Edge 是Beta的 所以 之後如果他正式上的話 我想這個問題應該就會消失了吧 那 IE的話 當然是不可能 好 那既然 就是Hello World玩之後 我就跟我朋友說 那我們來做點 我們來應用一下 所以我就用WebRTC做了一個多人連線的遊戲 那你可以在畫面上看到有一個 叫做狗魚的角色 就是我的同事在操縱 他跳來跳去的 那這些移動的資訊啊 就全部都是透過WebRTC傳送 OK 而且這遊戲也不是只有兩個人可以玩 他是 就是 只要你的瀏覽器称的主要幾個人就幾個人 所以第三個人出現 尾根路太長了 好第三個人出現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這是 第三個人是 是我的Android Android手機 所以Android手機也是可以玩 OK 而且他是用3G的 我記得 好 那簡單講看是怎麼連線 簡單說就是 其實這還蠻無腦的 就是我就是先用WebRTC WebSocket跟伺服器連線 然後再跟所有玩家用WebRTC連線 所以我剛才說就是 你能連線多少人 就是端看你瀏覽器多強大這樣子 我一樣畫一些圖 示意一下 首先假設Firebox是第一個來的人 他當然可以跟WebSocket連線 然後連線 我們建議WebSocket 這個OK 接下來第二個人來了之後呢 他就Chrome 然後他就是 他一樣先用WebSocket跟Server連線 OK 連好之後呢 他就問說Server說有誰 那時候告訴他說 這邊有個Firefox 那他們就開始進行 就是喔那我跟Firefox進行連線 所以我把他TC連線這樣建立好了 然後第三個人 Safari來的時候呢 他就說 他就做一樣的事情 先做WebSocket連線嘛 然後 他跟接下來 那兩剩下 就是現有的兩個人 進行WebRTC連線 對 那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可以想像一下 假設 這個 這個遊戲場上有20個人 你已經建了19個連線了 是吧 那我在實作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想說 呃 我可能 我們可能會需要一個NPC 然後 我就不知道發什麼神經病 然後就想說 欸那如果我們就把Server 當成是一個peer 就把它當client 是不是會變得很有趣 那 我就想說 那如果要做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讓RTC跟WebSocket 是共用的interface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講 反正 呃 當時就是 那 因為如果 以連線都已經建立的情況來看的話 那 WebSocket跟WebRTC來說 因為都是Data 也只用Data Channel嘛 所以 他們的行為 很接近 就是 就是Send 就是Send跟Send 我就是送資料跟收資料 這樣 這兩件事情 可是他們牽力連線方法很不一樣 那 我想了一下 然後 我就發現 欸不對 我在他們再蓋一層 然後這一層呢 有一個API叫Connect 第一個就是 就是 你要Connect到誰 第二個參數很特別 就是你要透過誰來連線 那 為什麼這樣設計呢 因為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 WebRTC它的連線啊 其實就是需要一個人幫你relay這些handshaking資料而已 對不對 我覺得 我發現這件事情 所以 那我就是說 好 好 那 這個 viapeer 就是說 透過誰連線這件事情就是 我只要指定一個我現有的連線 就行 好 不過很不幸的 就是上面提到這個遊戲 我沒有 就是 沒有好好利用到這個啦 它就是 其實 always 是設定成 用那個 WebSocket連線 來進行 來當成第二個參數 這樣子 好 既然我做出了這些 這個奇怪的東西 那我們就來 我就想說 欸 那如果 什麼情況下我可以在第二個地方填 上browser 就是 我可以在第二個地方填 某一個 其他人的browser呢 那 我也沒做個私意圖 假設我們已經有個網路長在這裡 這就是叫網路嗎 反正就是 一個很簡單的狀態 這個是個WebStatic連線 然後 這是RTC連線 這個綠色看的出來嗎 反正 看不太出來啊 好吧 算了 反正 你如果看到瀏覽器跟瀏覽器 就一定是會 一定是會把它DT連線 他們也沒有別的方法 好 OK 那今天 Safari來 然後右邊已經有 就是 這些裝置已經這樣連線了 那當然第一步 它還是 不可避免的 一定要先進行WebSocket連線 還先跟Server進行連線 OK OK WebSocket連線建立 接著 進行第一次的WebRTC連線 那這時候 VIP的填的是 WebSocket Server 這邊 這個 WSS 我之後就是 WebSocket Server的簡協 OK 藍色就是 這個 Offer Answer 跟IC 這藍色應該看得出來了吧 OK 好 那連線建立 所以它跟 Safari跟 Chrome 現在連線就是已經建立的 好 接下來就很有趣了 如果你要跟 如果它要跟Firefox連線的話 那它這時候 就是透過Chrome 所以呢 我對那個API來說 就是 我第二個參數天的就是 就是Chrome 然後 它就會透過 Chrome 來進行 來跟Firefox連線 好 那 所以 對 連線就這樣建立 那我覺得這件事還蠻有趣 就是 因為 你看一下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在發生的當票 其實跟Server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 Server其實完全 不用知道這件事發生 好 所以我得到這樣的結論 就是 不可避免的 第一個連線還是一定是WebSocket 你一定要找一個WebSocket Server來進行連線 然後第二個 就是 你加入網路之後 其實就跟Server無關了 就是 你就是已經加入網路了吧 那 這時候就是靠網路上面的人 來幫你做 就是 建立更多的新連線 或者是 Broadcast資料之類的 好 好 那 終於可以進入今天的主題 就是 因為 剛剛做的這些實驗 然後我想說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遊戲裡面的 這些機制抽出來 然後做成是一個 半分散式的網路 來做一些實驗 這樣子 那我做的這些事情 就是 首先 我先改成General的WebSocket 前面呢 就是讓你看到那個遊戲 其實都還是用 Elixir的Phoenix 來當成WebSocket Server OK 那 因為Phoenix的 它的 反正 它提供的WebSocket套件裡面 就是有加料 那 就是有它自己的一些行為 我就 就是用最基本的 這樣子 好 再來呢 我做了一個 Node.js版本 WebSocket Server 那 其實它就是個Client嘛 對不對 然後 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 盡可能的 重複使用到JavaScript的程式 嘛 OK 那接下來它也是簡稱叫 WSS OK 那WSS當然就是一個Client 那網路中我們可以 既然是Client 那有數格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OK 那我想要做群組功能 你總不能就是 就是大海撈針 然後所有人都這樣 亂灑下去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群組功能是必要的 然後我想要一個Client 可以加入多個 多個群組這樣子 那群組廣播 那架構就比剛才 你們看到那個 複雜的蠻多了 不過 一開始的話 連線基底的部分 還是差不多 就是收跟發 那這就接下來是 嗯 Connection的Provider 因為在Browser跟在 WSS的兩邊 其實他們接受連線跟建立新連線的 Strategy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呢 我也做了一個Interface 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現在接下來是 ConnectionManager 就是 跟之前那個上面提的 那個加上去的那一層 是類似的道理 就是 它其實就是提供了 這個 Viyapeer的 這個API OK 好 好 那 這邊把 這個 誰連到誰 該怎麼做 我就把這個表 秀給大家看 就是我自己在實作的時候 發現需要這個來確認 是不是所有東西都是好的 就是 首先呢 如果你是一個WebSocket server 你要連到WebSocket server 那當然是 就是 直接用WebSocket直連 那如果你是browser的話 對著 WebSocket server 這時候也是直連 對這也是沒辦法說的 OK 可是如果 你是browser對browser的話 那就是 用WebRTC 這時候你需要 第二個參數 就是 Viyapeer OK 好 這 接下來最後這個有趣 如果你是 WebSocket server 你想要跟browser連線 你好像沒有辦法邀請他嘛 就是 所以呢 我們一樣要透過 一個 中介的人 告訴 就是傳給對方 幫他就是請他幫我 relay說 我這邊有個 invitation 請你 請你連到我 這樣子 所以就是邀請 邀請這個browser 來連到這個WebSocket server 這樣子 OK 那這個是在Connection manager裡面內部會自己幫你處理的事情 好 那就是要最上層 因為接下來就是要做群組功能嘛 然後群組功能就還有包含了像是 網路的那個拓幅的維護啊 或者是那種很複雜的部分 那 很抱歉就是我圖學沒有學很好 所以其實這部分我做的還蠻糟的我覺得 OK 那還沒有做完其實 OK 那我先講一下目前的設計 首先在出實話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non-list 開始很有P2P的感覺 你會需要知道一些可以直接連線的對象 那他會記錄 你有哪些已知的 WSS server可以連 因為WSS server 是可以直連的嘛 就是 你無論有沒有 有沒有人幫你連 都可以直連這些人 你只需要他的address就行了 所以就是記一下 這個 蠻OK 再來是 所有人一開始都會加入 root這個群組 只是因為我想要 共享一些行為 所以 我是目前是這樣設計 就是很多設計都還有問題 我只是闡述一下目前的設計 OK 好 那如果你要加入群組的時候 我對 你對root 請求route group 到 就是 就是問說 我現在想要找這個group 請你回傳 就是 呃 路線 到這個 這個root的路線 然後 我目前設計 最多hub是10 OK 如果找不到人的時候 就是建立新群組 OK 你就自己 就直接在你記憶體裡面 直接new說 我現在在這群組內的 這樣子 然後 一樣 弄一個圖給他看 假設今天已經有一個group在這了 OK 這邊有兩個firebox 跟一個crome 在這 然後 safari想要加入group1 他第一件事一定要做的一定是 還是先得 先列上 web socket server wss 然後說還有加入 root這個群組 列上之後呢 他請求 route group 就是問server說 請你幫我找到 前往group1的路 因為server其實本身也不在這個group內 所以他也只好問下去 就是在問其他人說 已經沒有人知道 這個group1怎麼走啊 那 這時候他hub已經剩9了 所以他這是一個 有點像recursive的 的狀態 OK 那如果問到chrome的話 chrome當然知道嘛 因為chrome他已經在這個group內 所以他就回傳 oh chrome 就是一個 一個陣地 就是chrome這樣子 然後server知道說 oh 有人找到了 那我就告訴 當初問我的人 說 oh 再加上我自己的 所以他這時候就已經知道說 那 我要到group1 我要經過 WSS 然後再到chrome 就可以到達group1 那他做的事情就很簡單 就是 透過 WSS 跟chrome 進行連線 那這邊這是一個 很簡單的 因為這個網路很小 所以 你root 就是 只有兩個點 太簡單了 OK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就是 這樣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那就是 隨便先建議 好 然後 因為如果只有一個連線的話 其實 還蠻不穩的 所以我想說 那 應該要 有個數量的維護 就是說 你在一個group內 你要維護 你的 你的never 在一定的數量 我是希望 目前設定在3跟6 就是 因為流感器 其實我也確實有撞到 最大連線數的error 就是 好像 4、5、10吧 我的感覺上 可是網路上一直找不到 一個確切的數字 所以也不能設定太高 所以我現在是設定到3到6 這樣 確保你可以加入數個群組 OK oh 對 by the way 這個是每一個群組 都要保持3到6的連線 OK 然後 browser的話 我設定他的滿水位是10 也就是 到達 如果在一個group內 已經被10個人連線了 我就不接受更多連線 那當然 因為是10 10已經遠高於高水位了 所以 這時候 這個client應該要主動的去 跟 嘗試跟一些client斷線 然後 最後是 因為如果是wavsaki2的話 其實你是沒有在p 所以 我是設定 目前是設定100 其實可以不上線 好 那 一樣 弄個圖給大家看 今天假設網路長這個樣子 就是 wavsaki2已經連太多人 他這邊有7條線 然後 對safari來說 人太少了 所以呢 他會 wavsaki2會隨機找一個人斷線 那假設斷的是跟safari的線 然後safari會 嘗試問說 group1說 哦 有沒有更多連線 我需要更多連線 這樣子 那他會得到 Firefox1跟Firefox2 那他這時候再跟Firefox1跟Firefox2 進行連線 還沒獲得 就是 這樣這時候 group1的連線就更加穩固了 至少就是 假設一個人掛了 那這個group還是好的嘛 好 再來是群組廣播 這部分應該是我覺得設計比較沒有問題的一塊 就是 你在廣播的時候當然就是 broadcast到這個group內 你所有的neighbor去 然後你收到訊息的時候 你要再broadcast下去 那 我會附上一個 就是 發起這個group 這個broadcast的人 要附上一個messageID 然後 如果 你收到一個 一個 broadcast 封包 然後你 沒有看過這個messageID 你就當然就繼續傳下去 那如果你已經看過的話 你就抓不掉這個訊息 然後 一樣 圖的話 就是 假設今天safari 要來broadcast 那 他就是對 group1裡面的所有人 就是 發送 broadcast訊息 然後 假設今天messageID是123 因為這個network裡面 我沒有 沒有去避免他 不能有環產生 所以 就是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你一定會在一個地方 會有人發生 重傳的情況 就是 我明明已經收過了 我又再收一次 那 這就是messageID 他要發揮作用的地方 就是你 因為這時候 Chrome跟 Firefox 已經看過了 那 這警察好意思就是 他們就會抓不掉 就不理他了 OK 好 然後 我覺得最困難就是這個 當這個network崩解 或者是 有人離開 或是亂線的時候 這個部分 我有嘗試用一些方法去解他 但是 我覺得目前沒有好的方法 所以我今天就不講說 我目前是做的方式了 那 也就是說 我覺得 現在抽出來做 但是就是這個實驗 我覺得還沒有完成 OK 那如果要 我是希望他可以 真的可以用 那如果要他真的可以用的話 我覺得 有這些事情 是一定要做的 首先呢 是 呃 你要能跨 多個node的經濟連線 目前只能跨一個node的經濟連線 請 講解一下 就是 因為剛剛舉的例子是 呃 在剛剛rout group的時候 只需要進行一次連線 可是 將你的group是 三個hub圓的時候 那 你就會 依序的需要跟路上的所有人經濟連線 因為 你只能一次跨一個人經濟連線嘛 對不對 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大的 蠻重大的問題 那 你要能夠直接跨多個hub 然後進行連線來增加 連線效率 就是 今天有人再三個node的圓 那我要直接跟他連線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是 再來是這個 呃 一個真的可以避免孤導產生的機制 就是 有點算是說 你always可以找到一個 就是用一個 address 然後他就能夠always match到一個正確的位置去的一個機制 那我覺得 distributed hash table 似乎是個方法 但是 我也還在研究這樣子 嗯 我就猜筆八 然後 然後 再來是安全性機制 其實應該說 與其說安全性機制 應該說是 如果有bad note 然後他的behavior 不是很正常 或是他的瀏覽器 是單純的不支援的時候 那 我們要怎麼樣排除這個問題 就是說 不要讓這個網路是 處於一個 就是因為一個人 然後就不知道在幹嘛 的狀態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我希望 我希望啦 他可以 成為一個連線框架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一起來用 這樣子 好 就是有點像是 以MPM的方式釋出啊 或者是用之類的方式 OK 好 因為這個網路還沒有完成 所以 不過我還是 嗯 把它放上去了 然後 待會我會 我最後一張同影片 會有這張同影片的link 那看起來我們時間 好像是有剩 所以 我們可能可以來玩一下 那 他玩起來可能就是 你大概可以在這邊 輸入一個group的名稱 然後加入一個group 那 如果這邊 都沒有人想 就是先用ASDM 然後加入之後 你可以在這邊 type一些message 你基本上 這邊會列出你的never 就是你的直接連線對象 OK 不代表網路上面 就是這些never OK 好 OK 所以我講一下 我作為這個 抽出來的東西 我是有一些 有一些想法跟期許的 就是 我是希望 他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首先呢 他 因為他全部都是走webstandard 所以 這一點算是已經做到 就是他其實在 你的瀏覽器其實不用 安裝任何plugin的情況下 你就已經在用 分散式的應用程式 OK 再來是 因為他會作為 方向釋出 然後我也實作了 node.js版本 那至少他可以 我覺得他可以降低 node.js版本 那種node的實作 技術門檻吧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因為 我們就不用管什麼low balancing 就是一台 一個node跑起來 因為理論上來說 以這個never運作起來 看 他的 因為你的 你的server連線量 不會很大 理論上 他就是頂多一百 一百多 或是之類的 應該 一般的電腦就可以撐得住 好 所以我希望可以降低這個成本 這個技術門檻 好 那最後一個 我是希望他可以 就是 用很多不同 就是讓很多不同的應用程式 來share這個network 那 就是說你只要實作程式碼的部分 然後去使用這個library 那就 你就會加入這個network 然後 然後建構一個 多人遊戲啊 或者是共筆系統等等 你可以做各式各樣不同的application 如果當你有 就是 呃 需要peer-to-peer的 communication的時候 好 好 那 girray活在這邊 一樣 待會兒 看影片最後一張有連結 可以連到這個 那你再自己找到這個連結 這樣子 OK 欸我好像講完了 就是 不知道 如果真的可以做一個 像這樣的內容 假設真的有辦法做出來的話 就是讓 就是大家就是 變成是一個 用像平台的感覺 就是 你只要用這個 這個 連線框架 然後就可以 就可以 在上面寫 你自己的應用程式 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 興趣 這樣 那 那 這是我的演講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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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這個東西真的不能保證可以運作啊 就是 因為人來來去去的其實就是網路隨時都在攻擊的意思 所以 我覺得他能 如果大家都加入能動機率其實是蠻低的 欸 然後girray沒有登錄對不對 沒有 我girray有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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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個是 對是這個 那這頁是他的那個demo 對 這頁就是 然後 你可以 我自己跟我自己的電腦連線當然是可以的 欸 有人加入了欸 對 有電腦的人可以試試看 對 有電腦的人可以試試看 然後 因為我知道 現場網路是 沒有的狀態 對 你自己有網路也可以 所以 敵人上3G也可以用 因為我有中 我有用Stump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 可是如果 就是 連線品質不加的話 確實會很難接得上 有人在回 好開心喔 這真的可以用是不是 然後 理論上就可以這樣啦 可以abuse他一下 好不行欸 他死了 好我網路很慢 他有嘗試在連線 真的嗎 欸有欸 欸真的欸 哇 他沒有讓我失望 好這個讓我失望 很慢 那我想問一下 會不會把TC 他出過文字 資訊他有辦法傳 像fire 資料 你說DataChannel對不對 我沒有嘗試過欸 但我目前都是直接把 我要傳的風包 直接Stream by 然後傳到對面去 針對底層的部分 就很抱歉 我沒有很深入研究 就是針對上面的東西 就是他提供出來的API 然後 我可以直接想像到 做什麼事情 我就做自己 對 猜得吧 好網路部分 就是針對那個 前面像是這個問題 其實就還在思考 對 所以真的可以用嗎 真的假的啊 用手機也可以用 對用手機可以 我說那一彎很悲劇 可是應該是可以 那大家如果有問題 其實在那個devo頁 可以發文 如果你 對 對欸那這樣可以 因為我沒有打算說 我沒有想說這應該是可以中 那好奇怪 為什麼就可以中 好 OK 我就知道有人會說這件事 你太天真了 那我想 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像這種 P2P環境 欸 就是現在的實作下 有考慮到這種 會 調製 調訊息 有辦法 那每次我們這個 從接點去 抓 這個 沒有做 目前還沒有做 所以這個 就是 就是 社會問題 目前是這樣的啦 但是 我有實驗一下 我發現 WebRTC的 Data Channel 是 我覺得它有 guarantee 就是說 它好像 沒有發生過 就是我把網路訊號 都很糟糕 然後它 它會想辦法傳 然後會 我覺得它會自己重傳 我覺得它會自己重傳 但是當然會 會花費很多時間 但是它就是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發現 欸 它竟然還是過去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是 有在場 但是 對 我自己的 reliar我不能當這個名字 當然我覺得這也是必要的 我覺得這也是必要的 我覺得這也是必要的 然後像前面 因為講著 講了一些 點對點點加密 目前我這邊 哪裡都是沒有 所以這個 我覺得應該可以做進去 如果這可以做出來的話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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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喔 對 然後你可以 其實可以多個其他群組 你可以加 你可以開其他群組 這樣就開群組 很簡單 好 我問過來了 它UI 我覺得其實沒有很好 沒有設定 它有耶 它真的很慢 它真的很慢 但是因為 打壓就是 連接對 對啊 但其實 是這個原因慢嗎 我想一下 不一定 不一定 P2P網路不一定 是很多問題 在場還有問題嗎 還有問題嗎 欸 請問 我想問一下 因為 HTTP3.0 開始 它開始改用 UDP了 那裡面 在它現在 DraftSPEC裡面 有支援就是直接P2P的 懷疑 那這部分我們知道 你有沒有想過 人的研究 或是說 對它有一些 study 因為 感覺上 會把P3之後 會直接被消滅的感覺 真的嗎 好 還好 謝謝你 我要回去研究一下 我把他寫到NOTA裡面去 你可以幫我寫到NOTA裡面去嗎 有沒有相關的連結啊 真的假的 如果被嫌疑虛 那以後再要管 那我這樣研究就是 全部都是在白費的 對 對 對 那還有人有問題嗎 後面 還有嗎 對 對 請 還有兩位 前面 對 請他們都問一下 那個 你好 我想請教一下說 這樣的網路架口啊 未來有沒有考慮應用到藍牙網路上 好像目前沒有耶 我就是 我覺得它 這個網路 會有這樣的發想 其實是因為 因為 因為我們 目前想要在瀏覽器上面 用 好啦 去快店的東西好了 那最有名就是 MetaMask 那你就是要裝一下 安安安 就是你要 你得要裝一些東西 才能支援 那我覺得就是 我發現 就是我發現 我把DC 這個東西是 讓你可以不用再裝 安安安的情況下 所以 我目前Target都是 全部都在Browser上 因為Browser 我覺得它 這個這個名牌是 就是世界上的 像幾乎每一個裝置都在放這個 就是 都有這個平台 這樣子 對 藍牙我目前沒有設計 才對 你好 那因為我之前以前 專題也是做這個的 那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 因為 我之前有看 有一個叫webtorrent.io的東西 你有沒有看過 它是說 也是用webRTC 做P2P的 但是 它是 連到那個 用來下載Torrent 就是 不是 就是下載東西的這個 有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只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要傳檔案的 但是我那個不是 就是 我覺得啦 我有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 然後我覺得 這個有實際案例嗎 已經可以跑啦 OK 可以跑 好不好 只是因為我當時 不是用來傳檔案 所以 因為我 其實 因為我同一篇中也有提到 我是要做遊戲 所以 我的目的比較像是 我只是想要 呃 大家可以一起走來走去 跳來跳去 一起打賭了一些遊戲 這樣子 對 好 那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是 可以在共敵那邊 發文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